我是社群副哨 我是團長朱銘 我是副房銘尾 我是秘書美珍 我是總務國女珍 我是總慶李欣 我是攝影男婉珍 我是美宣的配偶 我是美宣林堅 我是三四八一的地區代表中主席 也是服務學習的人員為我們講解服務學習 以健康的飲食概念進行服務學習活動 而我們這一組去了一家幼人園 然後透過五種不同的同樣方式 還有帶遊戲的方式 成功吸引到小朋友的注意力 也讓他們快樂的學習 聽完演講之後 我覺得我學習到很多癌症的相關知識 也更了解了如何癌症的 這次的活動讓我學習到 如果想要讓小朋友真的能夠吸收到東西 透過遊戲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再一件謝謝 接下來我要報告的是天鄉服務 這次我們去的是四季部落 那裡的長輩大多都是泰雅族人 我們透過遊戲和運動 來增進我們與長輩之間的感情 我們也透過居家訪問 去瞭解長者平時的生活飲食習慣 也觀察到民族家安全問題 所以在最後一天 我們也向長者及照顧人 分享我們 這幾天是我觀察到的東西 第一個是文化全程出現斷層 生活飲食習慣不一 所以我們在這幾天活動 也透過遊戲方式讓長輩了解 生活飲食習慣對於身體的影響 第二是長者缺乏陪伴 其實不只是那裡的部落長輩需要陪伴 我們自己家裡的爺爺海南也需要我們陪伴 所以我們應該增加平時與第一長輩 第一家長輩相處的時間讓他們跟我們 第三是長者缺乏展現自我的機會 所以我們利用戴金夢學玩遊戲還有製作故事會本 來提升長者的各位價值 那在這幾天我學到很多 就是學到如何和長輩相處得越來越輕易 謝謝 領導人訓練會是我們接幹後的第一場活動 讓我們認識了很多Uncle Auntie 在這過程中Uncle Auntie 也將他們所學過的專業知識和生活經驗 都毫無保留地交給我們 經過這次的領導人訓練會後 讓我們更加了解到福少2021的精神 心向志向 俗話說 組織不需要偏才 需要人性能夠認真的一些領導者 所以希望經過這次的訓練會 以及這一人身為幹部的認真時間後 能夠退遍成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團體這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天 然後也代表了我們 武校服務精神的代代傳承 在當天我們有進行了接幹 然後也有反馬證據 所以我們也從中體驗到 我們一定有學姐可以依靠的 所以我們一直要更有隔任感 然後繼續維持我們會團的精神 然後當天我們有許多的Uncle Auntie 給我們免疫 然後也謝謝北翠瑟瑟的 地牙絲啊 對我們的支持與幫助 然後最後也感謝友團 以及Uncle Auntie 的支持與贊助 讓我們的團聖在當天才藝表演的 歡樂戲分中完美的結束 謝謝大家 那在9月的地區服務中 我們來到樂山駕養院 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可以跟樂山駕養院的怨聲互動 然後一起共進中秋 那樂山駕養院的小天使 都會以他們最誠真的 校園迎接著我們 那團員們也當然 以他們最暖心的方式 來幫助他們 那在服務的過程中 難免會發生一些 令人錯手不及的小意外 像是我們的學妹 因為考樂考得太認真了 所以重視 然後在Uncle Auntie 的幫助下 全面是完好 就是Uncle 那這些小狀況呢 也討厭著我們的臨場反應能力 那四次的活動也讓我們知道 天使也讓我們深淵 不管他們是各種形式存在著 都以他們最善良的 欣賞傳播 他們最美好的笑容也極大 謝謝大家 再來是十月聯合例會 一大早 大家非常早來彩排 那許多圓團員都聚集在一起 不動開始呢 我們拼著Uncle Auntie 跟我們的免勵 第一回非常順利的進行 最重要的是 我們邀請到高志斌教授 跟我們做了精彩的演說 那我們也從中學習到說 成功的人必須要有四個特質 聰明 善良 正直 能幹 那對於我們的高中生來說 嗯 我們要必須要學習 如何去具備這四個特質 才能讓我們通往 從中的路上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Uncle Auntie 給我們邀請到高志斌教授 那我們也從中受益養弱 我們在十二月五號 去了巴黎的動物之家 然後其實一開始到現場 其實很震撼 因為那比我想通的更加偏僻 然後一下子又聞到那種富鼻萊 那種濃濃的狗臭 那是非常驚悚的一件事 那即便如此 我們的熱情與其他 沒有任何的消解 那進去院區後 經過院方簡單介紹後 我們就開始來這邊的目的 去服務 我們有些人去磨飼料 有些人去刷地 也有人去吸狗狗 也有人去拔草 那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已經是 有隻狗他特別懶我 就是懶到連尿尿都趴在這項尿 所以他全身泡在尿裡面 那場面是非常可怕的 但即便如此 當院方問大家說 有人被他洗澡的時候 很多人是好不齊 就舉起了他們的手 那這一幕是讓我非常感動的 因為這大陸是 胡哨的精神所在 就是願意去伸出手 去低下頭 去突出 去實踐 那這也是讓我非常感動 一件事 然後也感謝主辦的新建團 很高興的跟各團一起 參加這個一一天團的活動 最後感謝Uncle Auntie 跟老師學姐 這一年來對我們的照顧及幫助 讓我們度過充實 所以我們很認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